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主播取代来关心柯文哲这个涉嫌收贿 因此是遭到了生压禁件 那目前最先进度 其实柯文哲遭到生压之后过了几个小时 但是鸡鸭亭目前是还没有来开这个鸡鸭亭 不过就是因为说其实有一些三万证据 检警壳已经有掌握了 因此才会来决定要申请鸡鸭禁件 那其实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大约三点十分的时候 开始展开这个侦查庭的时候 柯文哲是被上铐带进侦查庭里面 但是究竟掌握了哪些证据呢 以及是不是不法金流到底有多少呢 目前只能掌握到的是 柯文哲确实是有被查出 有收受一些不法所得 甚至整个金流都有被检警给掌握到 因此才会列为被告 甚至是遭到申请羁押禁件 但是因为整个过程是比较复杂一点 包括说卷宗目前还没有送到台北地院 因此整个鸡鸭亭什么时候能开还不知道 那再加上说 其实台北市的副市长彭震生 在昨天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就已经遭到生压 而他的鸡鸭亭也还没有开 因此很有可能是要在彭震生的鸡鸭亭 结束之后才会轮到柯文哲来开这个鸡鸭亭 那很有可能柯文哲是要到明天 才有办法来开立鸡鸭亭 也才能决定说柯文哲是不是会遭到鸡鸭 好那另外柯文哲遭到检方声压禁件 当然除了有一些重大证据的发现 另一方面也是担心他有灭证串供之余 那么也要想请教郭颖 柯文哲是否有高度可能性会遭到收压禁件 我们继续请你分析 主要就是其实就是因为在今天的时候 在傍晚的时候就传出柯文哲是遭到了生压 因此是各界是相当的震惊 那怎么会遭到生压呢 其实刚才就有提到说 很有可能是检方认为柯文哲是有串证灭证 甚至是逃亡之余 那加上柯文哲其实是在这个金流上面 有被查出疑似是有收贿的一个状况 因此才会遭到申请羁押 那至于会不会被羁押 有没有可能是高度的有可能被羁押呢 其实柯文哲从昨天的深夜 一直到今天待在北检 甚至是昨天在这个连政署应讯的时候 他的一些应对的态度 以及检察官认为 他到底有没有讲实话 这很有可能都会成为 接下来柯文哲是不是会面临 真的被羁押的命运 不过这个金流选方掌握 到底是他收了多少 以及是用什么方式收贿 然后是不是真的有土利厂商 甚至真的是犯下了 贪污之罪条例里面的土利罪 甚至是真的有收贿的状况 都还要再一一的厘清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今天柯文哲因为遭到生压禁见 他今天还是得在北检度过这个晚上 甚至很有可能是到明天 才会召开羁押亭 也才能确定说柯文哲是不是会羁押 不过究竟会不会被羁押呢 得看柯文哲的态度 在羁押亭上的态度 以及他请的律师团 在羁押亭上面 和法官会有怎么样攻防 以上我们找军情形 好非常谢谢郭颖 所以柯文哲到底是会被交保 还是会羁押呢 目前还有可能要等到明天才会知道 或是最快也是要半夜 会不会召开羁押亭 那检方这一次也是有备而来 在金华城弊案收网之前 检联约谈了超过30名的 都市计划委员跟相关证人 而应小威跟省信金收押之后 最后才调查柯文哲 这恐怕代表他们的证词 对柯文哲都相当不利 金华城容积率问题 在台北市政府已经成情了很多次了 但是这个会议需要由都市计划委员 还有其他市府的人员来开会 最后还是要由市长来拍板定案 也因此前市长柯文哲 才会涉嫌图理罪 在会议上大部分都市计划委员 都不赞成让金华城提高容积率 但最后一里度是会议主席柯文哲 赞成盖章后 金华城容积率确定通过提升1.5倍 有别于北市议员应小威 柯文哲涉嫌的是图理罪 如果单纯只是图理厂商 那如果没有办法查到金流 因此有对价关系 证明说这个图理厂商的本身 因此他获得什么样子的好处 没有收索贿赂的话 那单纯图理罪 图理罪也就是明知 这结果是违法的 仍让自己或其他人得到不法利益 金华城弊案从今年5月分 他自然调查 这个月开始减联大动作搜索约谈 第一枪是前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接着一周内在陆续约谈 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 还有证人超过30人 收网前将台北市议员 应小微和威京集团主席 沈庆金带回征讯 两人涉嫌贿赂都遭到收押 由此可见这些人的公词 似乎都指向柯文哲 由这些之前证人的证述 来质问 这个最主要核心的 他们主要叫针对的对象 那这些质问的问题 最后收网的一步 就是把首谋给找出来来问他 先把周遭的证人和相关人 都找来约谈 所有证据和公词齐全后 紧接着最后一块拼图 就是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不过两大巨头 前市长和前副市长 都列为被告 两人的妻子都是证人 训后请回 却被查出账户里面 有异常资金 如果涉犯图利罪 证据属实是贪污治罪条例中 五年以上重罪 金华城闭案延烧 柯文哲深陷危机 听一闭闭 王军事会与台北采访报道 当然金华城闭案 今天的重大发展 就是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遭到检方深压境界 而他的委任律师 即便针对提审提出抗告 若柯文哲真的被收押 这也不会影响案件的侦查程序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30号遭北检约谈 31号凌晨 因为想自行离开 被当庭逮捕 送回北检 重开侦查庭 现在检方怀疑 柯文哲嫌疑重大 还有勾串灭证之余 向台北地方法院 申请积押禁件 柯文哲来到北检赴训之后 申请提审遭到驳回 因此是在北检待了整整一天 而检警疑似是掌握了 相关证据 稍早将他生涯 柯文哲申请提审被驳回 律师有话要说 对于台北地医院的裁定 我们会考量 审慎提起抗告 质疑检方车轮站 加上疲劳训问 控诉不是先问 最关键的金华城 而柯文哲也知道 自行道案 没有24小时侦办限制 不愿一路被问到天亮 当下就想走人 甲官训问的问题 都是关于木口公司 跟政治现金的问题 但是甲官训问完之后 因为柯文哲主席表示 他拒绝夜间询问 所以甲官就当庭预知逮捕 那甲官逮捕的理由是因为 柯文哲主席 涉犯金华城图利罪嫌 欲知逮捕 柯文哲指出 当时检方还没问金华城案情 没理由用这个案件 认为有羁押必要而逮捕 法官则认为 虽然他自行到场 但检察官本来就会讯问 有关金华城案件 检方甚至主张 申请人有羁押原因和必要 依法逮捕有据 由于法院已经驳回提审 等于同意逮捕程序没问题 加上柯文哲律师 如果10天内提起抗告 还得经过高院 不会太快有结果 现在柯文哲被生押 假设真被收押 并不会影响案件侦办程序 检方这回还没讯问完 就当庭逮捕 换句话说 讯问过程中 就认定柯文哲在金华城案中 符合羁押条件 至于涉案多少 只有柯文哲自己最清楚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好 目前申委员柯文哲的支持者 晚间在北检外头人数逐渐增加 现场气氛一度非常的鼓噪 我们马上连线给记者连陈轩 陈轩请说 好 持续来关心 北检外头的最新的状况 可以看到因为检察官司 已经确定要来深压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那这部分的话也引起外头的小草们 情绪是相当的激动 是高喊说赶紧放人 带来看现场的画面 好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小草的集结人数是已经越来越多了 现在的人数是已经有来到了400多人 那当然警力的戒备也是有来增加 因为可以看到除了在这个北检的外头连对面的马路上 也都是全部都是小草们以及相关的支持者 不过可以看到其实虽然现场有小草们跟支持者外 当然也有反柯文哲的人士也来了踢馆 那稍早的话在大概9点的时候可以看到 其实有部分有一个民众 他是来到了台北检检署外面来暗邻申告柯文哲 是强调说他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就被他骗了 所以才会今天来到北检来做这样的提告的动作 那可以看到这越晚的期许真的是越激动 那以上就是目前的现场最新 好 谢谢陈轩 也来看网红馆长喊话呢 如果柯文哲被搜索 他就要马上带人包围地检署 不过昨天晚上第一时间 他却被发现在玩悟空 今天下午才终于到场 痛批检方乱办案 企图消灭民众党 谢谢柯文哲 谢谢柯文哲 声援柯文哲要求检方放人 馆长陈轩汉一出现 就像摔角拳手一般 欢呼声不断 情绪来到最高点 如果有证据去检查拿出来 柯文哲收了多少钱嘛 对不对 对 让我们这些人死心嘛 对不对 对 就像郑文燦一样 对不对 对 原本柯文哲被约谈的第一天晚上 因为先前曾喊话要包围地检 第一时间没出现 让部分支持者很失望 隔一天终于出现 在北检 如果是检察官我不压他 我不是很没面子 不是证明我昨天都是落智吗 我搞了两天的落智 我累死各位 累死警察累死媒体 他现在面子撑 撑的也要压他 我知道 他民众党中央态度一致 认为检方是针对性办案 现场除了有人挺 也有人不怀好意 他们跑过来抢我的直播 帮不让我这边直播 我距离他们已经100公尺 警察说我可以安全地站在这边 他连让我站100公尺外直播都不可以 我好难过 我好害怕 刺杀猫到现场直播 先是被丢水瓶 又被抢自拍棒 对着镜头哭哭说 被欺负 他们就欺负我一个弱女子 圈党只会欺负我一个弱女子 老哥你要当正人 我也当正人 网红们有的一开始就是颗黑 也有的是油白转黑 白色力量 艺人鸡排妹过去挺科很用力 但这回柯文哲被约谈 在星期五晚上包下餐厅 庆祝开香槟 好看起来柯文哲的家庭 最快是在半夜或是明天才会召开 那么前立委蔡壁如 今天呢则是到宜兰 为党员跟小草加油打气 他也坦也很担心柯文哲会被收押 那么死坏出呢 不少党员落泪 甚至是数度哽咽 暖心打气 讲着讲着 其他党员善然泪下 一度哭到讲不出话 柯文哲被当庭逮捕后 宜兰小草杀龙会客室的开幕日 没有党主席现场气氛提起压 是有点安心啦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希望 柯主席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才能够做长期的抗争 不气馁继续挺柯文哲 依赖的党员落泪相挺 在台北地检署外头 不少小草们北上支持 甚至幼儿的人长到落泪 只觉得你们比国民党对付这边 比这更夸张的方法 要来对付柯文哲 要证明是铁粉 带着柯文哲拼市长连任的竞选帽子 小草们不为高温其声援柯文哲还互亏 没有晒太阳走不大啦 赶快晒太阳 快去清白快去加油 不舍柯文哲被司法如此对待 小草们往北检聚集 但是自动自发还是被党号召 因为网红四叉猫曝光 民众党立委林国成 在群组对话高喊 很明显是政治打压 扬言穿草鞋干到底才有明天 还出现了公然妨害他人的秘密 窥视他人手机资讯 散播于众的事情 我们真的表示非常的遗憾 丁国成委员 他只是在那一连串的讨论当中 反映出很多支持者 他们的心声 民众党博士党内动员 小草北检集合 就怕届时现场小草 亦有风吹草动 脆弱的白色力量可经不起 再加一条煽动罪名 民众党的紧急应变小组 今天一早也召开了党部会议 并公开了 检联到党中央搜索的画面 痛批北检公然说谎 对此北检回应 是使法院核发的搜索票执行搜索 因此绝无违法的情势 30号早上8点40分 检联进入民众党中央搜索 10分钟后 进入公共办公区 先是端倪同仁的座位表 接着又拉开旁边柜子 东翻西找 这让民众党很火大 炮轰北检公然说谎 你叫台北地检署的事 那个是整个党部 公共办公的空间 为什么台北地检署要说谎 因为党部明明没有 柯文哲的办公室 检联还执意搜证 而且还乱动同仁的私人物品 翻阅其他书本资料 质疑这和北检当初说的搜索范围 局限柯文哲办公室 有一样吗 那北检是不是在公开讲 柯文哲卡打过的所在 都爱搜索 柯文哲眼睛看过去的柜子 都应该要打开搜一搜 看一看吗 北检博斥没有违法搜索 是得确认党部有无柯文哲的座位 和橱柜 经过了19个小时 配合调查 征讯 没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会累 我们对于柯文哲主席 拒绝 接受检方长时间疲劳的讯问 捍卫自身 合法的程序权益 我们表示权力的支持 但柯文哲拒绝夜训遭到逮捕 提审还被捕回 民众党回应北院应该受理 但也尊重他们判决 面对创党以来最大危机 民众党党公职全体总动员 就怕这白色力量一次团灭 TVB新闻张家宝李宗泽 台北采访报道 随着柯文哲遭到检方的生压境界 那么北检大门口 也有越来越多的柯文哲支持者的聚集 北市的警方出动了 上百名的警力镇守 不仅大门四周都围起了两层的护栏 出入口也都有配置原警管制 就怕会进一步的爆发冲突 北检门口前聚集近50名艇科民众 北市警方不敢大意 两侧出入口大门前全戒备 民众周围也都加派警力 门口四周还围起巨马铁马护栏 就连警察局长也亲自作证 警局长表情严肃 皱着眉仔细聆听警力分配 今华城闭案31号凌晨 检方约谈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许多科分守在北检门口 警方出动30余人 并架设铁马护栏 天一亮人越聚越多 现场进行严格的管制 就连车道两旁都已经围起来了 就连记者要进入都需要记者证 出入口都有原警管制 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进入 就连警察送案 洽工民众都要出示证件 才能进去 因为现场民众越聚越多 卑视警方陆续增加人力 现场警力来到百人 不同意见的民众 有互相叫嚣情况 警方会先举牌警告 必要时需要进入人群圈组 目前这场活动 群众在场都是和平的表达诉求 假设群众有非理性的举动 那我们分局会依照现场的状况 采取必要的措施 由于案情还没有告一段落 北检外人潮似乎没有退去 担心会聚集越来越多人 辖区中正一出动一半的远警 大安大同分局则各派20名警力来支援 依现场的情况随时需要增加人力 警察局将派人支援 为的就是让外场秩序能够平稳 TVBS新闻告知亚 柯文哲的息死陈佩席 在昨天晚间也被依证人身份 随移送北检附讯之后 无保请回 他没有回到北市的住处 而稍早北市联谊也证实了 包括原本下周三跟下周四的门诊 陈佩席都已经请假 民中党主席柯文哲多次提及 家中大小账都是由夫人管 难道真是因为这样 所以陈佩奇被约谈 陈佩奇在这个案子里面 到底是扮演什么角色 是家庭的账房 还是金钱流出流入的一个平台 还是他从旁来去做某些的参与 或是看到了某些事情 同时彭正正的太太 昨天也到简连来去做音讯 为什么这个案子都会牵涉到 两个当事人的配偶 前市长前副市长的妻子都在这次案件被约谈 民进党也质疑 难道是陈佩奇知道很多东西 大账房当然是陈佩奇 钱怎么来了 来得进来了多少 或许柯文哲不见得清楚 但是陈佩奇应该非常清楚 陈佩奇是针对过去柯文哲前市长 从政期间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都知道的相当的清楚 所以三不五时就要上脸书 好好的抒发表达意见 难怪检调要传唤陈佩奇说明 陈佩奇以证人的身份 接受检方复讯后请回 民众党发声明他已经平安返家 但是根据我们了解 他其实并没有回到北市处处 就在30号晚上起点47分 民众党点书声明 稍早陈佩奇医师以证人身份 以结束征讯返家休息 状况都好请大家安心 佩奇医师他接受征讯的内容 我们必须要诚实的跟大家报告 我们无从得志 昨天以证人的身份 配合讯问那么久的时间 我们只知道 昨天他有安然的反倒休息的地方 一切都好 当下由黄珊珊亲自接送 不过到底回了哪个家 被约谈后又有啥想法 粉丝或许也期待 他能再po个脸书 抒发抒发 这一波调查其实不只是针对 新华城案 北柬总共分成了两组人马 一并调查的还包括了 北市科 台志光等五大弊案 那么当中 鱼果市场改建案 同样跟微经集团有关 因此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个 卫报弹 曾把北市第一 鱼果市场改建 作为竞选连任的选举政见 但如今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陷入金华城案被约谈 鱼果市场也被视为下个卫报弹 只指鱼果市场和金华城有关 因为营造厂商就是微经集团 旗下的中华工程 当时柯市府总预算只编了140亿 四次招标 两次流标 只好减相发包 让中工125亿得标 先盖五楼 六到八楼再用追加50亿元 预算盖完 遭质疑柯文哲当时是否图利 省庆金 但议会还没详细调查 北检已经分两组人马 要对柯文哲五件齐发 因为五单案被指 土利财团的金额 粗估高达300多亿 除了这次金华城案 和雨果市场与微经集团有关 另外还有台志光 南港转运站BOT案 北市科涉嫌土利20多亿 还传出有港商当初要投标 却被劝退 柯文哲市府为了星光人寿 而去劝退了 这样子一个优质的厂商 而且他是有实力 那为什么柯文哲 你们为了星光人寿 而舍弃了这样子的一间国际公司呢 北检借金华城案 想彻底把五大案办一办 柯文哲短期内要脱身 恐怕很难 TVB的新闻张家宝 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 现在其实就连外国的媒体 都相当关注柯文哲 金华城案 包括了像路透社跟彭博 都有相当的篇幅 BBC中文网则提到 柯文哲曾经标榜超越蓝绿 如今却卷入了政治丑闻 另外包括了日本跟韩国媒体 也都有相关的新闻报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卷入金华城案 不只是台湾媒体 就连BBC彭博 还有路透社全都相继报道 国际媒体也关注 英国路透社在报道中 标题写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因为贪污调查被捕 美国的彭博给柯文哲的称呼 是前台湾总统候选人 介绍他曾是外科医师 今年大选意外成为 受欢迎的第三方候选人 而英国BBC中文网 还说柯文哲从标榜要超越蓝绿 备受年轻选民期待 如今却连番卷入政治丑闻 2019年柯文哲 担任台北市长时 和2023年总统大选前 都曾出访日本 这次日本TBS网络新闻 也有他的版面 内文写曾竞选台湾总统的柯文哲 住宅和办公室被搜索 因为他涉嫌在担任台北市长期间 向商业设施提供非法利益 日本还有时事通信 写民众党主席遗设贪污 台湾政坛第三势力支持率下降 日经亚洲则报道 台湾反对党主席 因为丑闻被传唤 接受质询 2022年12月 柯文哲曾率台北市府团队出访新加坡 这次新加坡媒体ASIA ONE 也写他是领导小型反对党的台北市前市长 因为台湾首都一个大型房地产 开发项目腐败调查而被捕 而韩国韩列社甚至反奉 以住宅正义携持年轻人的柯文哲 却因为房产争议陷入尴尬 中国大陆官媒新华社英文版则报导 柯文哲陷入贪污丑闻 香港南华早报则说 台湾主要反对派人物 因为贪腐接受调查 金桃花城案越演越烈 外媒相继报导柯文哲 稍到国外也知晓 也被先往往常早转眼台北采访到 走过疫情 桃园机场的旅应量 现在逐渐的重回荣景了 今年上看4500万人次 回到了疫情前的九成 但是另一个问题来了 这已经超越一二行下的客容量 因此第三行下就非常重要 目前的整体工程进度达到67% 预估2027年可以完工 粗估到时候可以将客容量 扩增到8200万人次 旅客提着行李依照指示报道 接着将行李送进自助托运系统中 桃园机场持续优化旅客服务 尤其走过疫情 观光重返荣景 目前淘机的旅运量已经回到最高峰2019年的九成以上 2024年出入境旅运量上看4500万人次 已经超出一二行下的客容量 第三行下接上轨道客不容换 我们从第二行下其实就可以远眺第三行下 目前整体的施工进度 而目前第三行下的整体施工进度 已经来到了67% 主体行下也来到了43% 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波浪屋顶 它很明显轮廓已经出来了 刚刚讲的出境大厅在三楼 挑高的居住还有屋顶 它已经开始在盖 目前其实是在做第九根跟第十根的居住 前面八根这边的主要的龙骨 就是屋顶的龙骨 它也串接起来 当然整个T3建设不是只有横下 它有一些停机坪 它有一些跑道的部分 它还有登机门 波浪型的顶棚仿佛海鸟飞翔的律动 映衬内部流动造型的天花板 就如同多遍的云朵 主航下10万平方公尺 相当于16个足球场大 透过特殊工法将6公分厚的钢片 制成16根巨柱撑起屋顶 最远的垮境达到72公尺 而且要纯钢 这么厚的钢 整块钢片要把它卷成圆的 然后把它结合成完全精度一样 大滑镜的时候在空中要去结合 也是一个最困难的 精度要抓得最紧了 所以整个挑战其实是非常高的 需要大量的6机 最高等级的汉工 跟最精准的一个测量 然后把它开始空中结合 尤其第三航下施工时 底部还有机场接运 开挖以及回田的过程 都必须24小时监测 不容出错 而第三航下总经费近1300亿元 是台湾继十大建设后 最大的单一投资案 整个三航下完成以后 主航下跟南北狼厅 可以处理到2000万的里应量 目前第一个阶段 是在2025年的年中 我们会先完成北狼厅的工程 这一部分完成以后 可以处理大概580万的 里应量的一个人次 完工后将可新增27个机位 由华航 长荣以及新宇的北美 东南亚航线进驻 第三航下全面启用后 三个航下加总 整个淘机客容量 可以达到8200万的 旅应量人次 扩增客容量 我们在疫情前大概108年的时候 整个旅应量达到了4868万 那以目前大概一二航下统计到 一季在八月底可以达到 3000万的旅应量的人次 所以这一部分事实上 我们目前也是很战战兢兢的 在处理相关的一个离应量 除此之外 桃园机场也看好未来的转机市场 目前整体旅应量中 有15%是转机旅客 在第三航下还未启用前 一航以及二航的管制区内外 也持续增监设备 像是淋浴间等 实际上在整个亚洲临近国家的 这些主要机场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特色 就是它的整个空间的挑高 那整个一个明亮度 再加上说它整个后机式的一个 整个宽敞的这种结构的设计 那这个都是在过去 我们在一行或者在二行 说比较欠缺的 那目前看起来第三航下 在整个设计上 确实也把这些最新 现代化的这种机场的元素的 一些考量都有纳进来 不过第三航下新建时 碰上缺工缺料 以及原物料上涨等因素 经费也暴增300多亿元 那要考虑到的层面 除了既有的这些建筑物的 风格呈现以外 那最重要的是 还有一些国际的民航法规 那通常来讲 在世界各国的机场投资来讲 金额都是算比较高的 目前第三航下的施工进度 比预期落后百分之一 不过北郎厅预计 2025年中可以启用 届时也将成为瞩目焦点 更重要的是能疏解一航 以及二航的客容量 拉高整体服务 TV月新闻 但在国旅方面 却还没有看到明显的起色 今年截至7月份 出国人数已经翻倍成长到1000万 但是国旅人数却连500万都不到 甚至暑假旺季 国旅人数依旧拉不太起来 就连上市上跪的旅馆营收都率退 最多还跌了72% 地牛一翻身 虽然说是正常能量释放 而这一番 业者们撑不住了 饭店建物受损 得拆掉重建 网美冰店看不到人潮 知名餐厅全都得设下停损点 避免雪崩式下滑的营收再度冲击 那旅客都去哪了 东部原本是暑假热门地点 那因为地震台风相关的关系 所以今年东部真的是衰退 真的是五成以上 那西部的部分 其实今年大家比较会挑可能城市 然后DP值高一些 因为台湾的度假饭店相对贵一些 所以像我们看到台中台南高雄 其实都有比2019要成长 看了一下我们7月订单 其实比6月在国旅的部分 大概还成长了15%左右 所以暑假的忘记国旅还是相当多人去旅游 尽管不少人都笑说会去国旅真的很盘 因为住宿贵得吓人 不过依旅宿平台业者统计 国旅依旧有一定的销量 只是摊开近来营收数据 前瞻观光政策研究所分析 全台各地上市贵的饭店 7月营收相较于2023年全都衰退 平均来到22.9% 更以远熊月来的降幅达到72.7% 少了6.2亿元 但或许不少人认为这是受到地震影响 无法避免的天灾情况 观光餐饮业同样是受到重挫 像是亚都海湾以及金华集团 同样面临衰退 平均比去年同期降幅达到11.4% 有专家就指出政府再不及早做出因应 今年底开始恐怕有大批旅宿业面临倒闭 但反观像是旅行社交通业则是大幅提升 台湾人到底有多爱出国呢 尤其在疫情之后是更加明显了 尤其在去年是首次出现了观光出入境人次呢 是逆差的情况 今年再一次出现 尤其在第一季的时候呢 已经来到了400万人次 但是入境却只有205万 但这还只是第一季而已 因为旺季则是在暑假期间 所以今年的出境人次 可能会超越去年 7月份直接翻倍 突破千万大关 似乎已经变成留不住自己人 也引不来人潮 国内住宿比较贵 出国很比较便宜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迷思 那你若是短期一两个月的这个亏钱 那是容易度得过 那如果是一直维持到年底 都是亏本的话 那到时候这个企业 这些旅馆他要支付 这个银行的贷款 跟利息的话 是容易高不过来的 所以到时候可能就有些会 因为这个左转不停 而来倒闭 尽管国发计划有长远目标 2030年来台旅客要达到千万人次 带动观光收入上看兆元 专家们就直言是个不可能任务 光是多年前很夯的墾丁 餐厅一家一家撤出 10年前还能拥有838万的旅客 今年直接砍半再砍半 以往的优势不在 我相信墾丁至今依然美好 只是发展遇见了瓶颈 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台湾其他类似的旅游目的地 而临近墾丁的小琉球 因为它普直的生态 在廉价的时候 都能够吸引众多的游客 甚至有了过度观光的疑虑 那么墾丁与此同时 可以去思考如何重新打造 自己独特的定位 可以结合一些主题 比如说时下流行的宠物 也可以去结合乐活养生 打造一个最废的海滩 甚至可以结合艺文创作者 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但国家公园又限制了开发 当临近海岛国家 积极招揽国际品牌进驻 以及向外发展时 反观国旅景点像是在原地踏步 其实只是缺乏点吸引力 当矛头又指向价格问题 政府再度用头痛医头的方式 大撒币 杂预算 补助旅游 恐怕不是解决之道 TVB新闻 王金伦先伦 台北采访报道 而台北的士林夜市 过去是许多观光客必采的景点 但先前爆发多次 轰台价格等相关争议 扭转形象之余 却又被民众反映 公测太少 而去年的数据显示 北市列馆的6925座公测 多达1381座都不合格 占比高达20% 炎炎夏日 来碗豆花 清爽又能解馋 尤其以台湾特有的夜市文化来说 这里更是观光客 驻足的重要地标 但来到夜市吃吃喝喝 免不了跑厕所 以夜市周边的豆花店家来说 即便外头没有贴出告示 可以免费使用厕所 不过当游客提出需求 店家都会友善让他们使用 因为毕竟外面 我们这边就是夜市 人潮比较多 然后夜市因为谈犯 他们那个条件也比较苛刻 所以夜市的老板 他们也是会跟我们借 我们都会借他们 毕竟大家出门在外 就是人都有三级 对 就是还是友善一点 豆花店开业超过20年 从一开始就秉持着友善的服务 而客人也相对应的给予回馈 通常大家都是上完厕所之后 然后就会来个外带 外带回去个一两晚这样子 对 然后内用的通常比较少 通常都是会直接外带回去 最近士林夜市就被民众抱怨 逛夜市内集找不到厕所 不过士林夜市周边 以慈禅宫为中心 约450公尺范围内 有六处友善厕所 再加上加油站 宫庙等 其实有15处可供游客使用 但夜市厕所够不够 其实也可能影响民众的逛街性质 我们来的观光客越来越多 他们下车或者是来到景点 第一件事情 可能不一定是要吃东西 可能是要先解决生理上的需求 店家会遇到比较为难的部分 就是他有很热心 想要供应厕所出来 只是他的条件上 可能真的不符合现在的需求 当然我们现在安全性为上 那包含食安的问题 如果他的厕所空间 甚至是离我们的厨房位置 很近的话 食品安全也会稍微受到一些影响 那以安全上的考量来讲 我们还是决定要 那些比较不适合的厕所 就要先淘汰掉 毕竟万一店家好心开放厕所 但因为环境不良 造成民众发生意外 也不乐见 而北市市场处 也以补助清洁用品 劳务费 水费等方式 吸引店家投入友善厕所的行列 我们原本一个厕所 它的成本其实蛮高 我们还要编排能力 去做它的清洁维护 才会让它够干 安全够干净能使用 都会告知我们的谈商会员们说 我们有提供友善厕所的服务 就是如果有客人要接厕所的话 可以指引到我们这些 已经有设计成比较好的规划的厕所 让他们使用 用起来也比较干净卫生 市场处则会不定期实地稽查 如果厕所没有无偿提供给民众使用 或是没有善进环境清洁管理责任 以及没有提供卫生纸 洗手乳 垃圾袋的话 就会取消补助资格 台湾中央政府不是没钱不是没地 但是没有一个人想要把厕所 盖到你的隔壁 所以你就算想盖厕所 人家附近的居民也不一定会同意 更何况有一些是安置那种临时厕所 厕所更是不方便 厕所盖完了不是就这样就没事了 你要接水接电 还要人事的管理 对不对 要清洁 然后有时候还会发生一些 那个治安问题 那你如果用店家的厕所 他就会帮我们刚刚说的 一连贯的这些事情 他们都会负责 治安问题是隐忧之外 有些夜市是以商圈形态形成 不容易建置厕所 但如果是圈地规划夜市 像是高雄的凯旋夜市 瑞丰夜市才相对有条件 可以设置厕所 现在连超商四大超市 基本上他都设置厕所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店家应该也可以 用这个方法来吸引客人 然后先友善他人 他人也一定会给你方便 所以建议当地的组织 应该发起就是让 我们这种现有的店家 基本上他们自己都有厕所 然后政府也要提供一些协助给他们 因为比你去盖厕所 来的有效率 毕竟多了厕所就增加民众踏入店内的机会 多少也能提升自己的来客量 TVB的新闻和这样一些单词退报道 肠道是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 因此肠道骏从就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军团 正常状况下 骏从跟肠道免疫系统相互调节 但如果失去平衡 就会引发发炎跟免疫问题 包括像失智、帕金森试症、糖尿病等 其实都跟骏从失调有关 许多研究证实 肠道里的微菌好坏 菌相是否均衡 也影响其他器官 脑肠轴是大脑和肠消化到器官间的桥梁 事实上从出生前的脑部早期发育 到老年的神经疾病 还有情绪、心理健康 都有密切的关系 医界认为 肠道与慢性病有深层连结 肠道菌从失衡 可能会引发全身性发炎症状 甚至导致骨质疏松 免疫疾病等 肠胃菌从检测 就是说从我们这个粪便 去验出到底说里面有哪些细菌 因为我们知道 一般所称的什么益生菌 其实大部分就是这些燕氧菌 那就是在我们的肠子里面 那就是从粪便中去把它做检验 但是我们用一些传统的培养技术 事实上能培养出来的细菌是相当的少 所以这种肠胃菌从检验 是用基因定序的方式 想办法 这个肠道菌 其实自古就已经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只是说过去对它的功能不太了解 因为这些细菌 很大的一部分没有办法去培养出来 所以以前都不知道到底有哪些细菌 现在随了定序 还有大数据的分析 我们已经慢慢可以知道说可能有哪些细菌 那也这几年的研究发现说 跟我们身体各方面的疾病 包括肠胃科的病 还有非肠胃科的病都有一些关系 研究多以后我们就会看看这个结果 既然能跟疾病相关 我们就看看能不能应用在 我们人体的疾病的预估了 那所以所谓怎么进行呢 我们就会收集病人的大便 收集病人的大便 然后当然就在实验室来做检测 检测所有肠胃道细菌的基因检测 我们就会知道 你的各种细菌的丰富程度 已知的这个研究 这个肠胃道的细菌 其实跟许多系统 跟许多疾病都有相关 跟癌症 跟自体免疫疾病 跟肥胖 跟失智症 甚至还有人觉得说 可能跟你对癌症治疗的反应 都有相关 但是我们要强调 这是一个相关性 那它是不是直接有因果的关系 目前都还需要有更多的这个研究 来进行才可以确定 如果肠道棉膜受损 肠道通透性会改变 有一些细菌就容易跑到体内 就容易产生菌血症 或是健康问题 肠道菌群失衡 可能会导致多种健康问题 包括了肥胖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自体免疫疾病 和精神健康问题等 早期检测 可以帮助识别潜在的风险 进而采取预防措施 追踪肠道健康变化 定期的菌从检测 可以帮助追踪肠道健康的变化 特别是在改变生活方式 饮食或服用药物后 有助于调整健康管理计划 目前大概就是 我想很多科别的人 都有在做说 跟肠胃道的菌从的关系 所以其实肠胃科 不管你是胃肠疾病 最有名就是大肠肌躁症 大肠癌 还有一些大肠发炎性疾病 还有包括一些癌症 胃癌 胃脏癌 肝癌 肝硬化 这些肠胃科的病都跟它有相关 一个细菌就是像一个细胞一样 它的细胞总量可能是我们整体人类的细胞 一个人细胞的十倍代百倍 那它从我们出生的时候 它逐渐逐渐的一直增加 然后不管是它多样性 丰富性越来越多 那就逐渐来定型 肠菌从检测是了解肠道健康的重要工具 可以根据个人肠道状况 进行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调整 提升整体健康 而透过检测 更能精准掌握肠道健康 为长期健康管理 打下良好基础 TVBS新闻王华林张家宝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